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得相信的只有你一个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不讲科普也不带大家转市场了 今天只是为了展示一些特别可爱的小东西 不管是它的雕工上面还是它的材质上面 占了一点点优势的话 今天我们就把它展示出来 给大家欣赏欣赏了 来吧我们先大概拍一下 有这个河马鳄鱼头骨 这两个白的有牛有马 后面有皮羞龟还有QQ 糖色的是一只蛇 还有后面的蜗牛 最中间的那个是不是很扎眼 一个QQ小企鹅 首先看这个小鞋子 可爱吧老虎头绣花鞋 那这个河马其实是精英错的工艺 它背后的花可是24K的纯金和99纯银 还有这只已经快认不出来的牛 小牛啊太白了看不出来 旁边呢它的好朋友 一只小马 其实我特别喜欢的是这只小鳄鱼 它的眼睛是不是很大 而且这块预料还特别好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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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看着乌龟啊 其实做得很好 这是一个小摆件 没有打孔摆在那里或者把玩 还有这个头骨工艺可是很复杂的 大家看到了吗 里面整个是镂空的 黑青玉做的啊 透光呈现绿色透个光 感受一下黑青的 还有远处的这个 这是一个猫眼碧游的皮羞 看到了吗 还有这个一只蜗牛 这个蜗牛也可以说是为妙为肖的了 然后再看这个企鹅 这个企鹅是我们新疆和田玉的墨玉青花啊 墨玉做的 它的工艺细节很精致的 你看它那个胖嘟嘟的小脸 可惜的就是我把它的脚底下摔坏了啊 这保留了点圆皮 叼了个钳 两个脚趾被我摔掉了 到时候拿去修一下 这个糖码上榜理由是因为这块料子的橙色 料子的橙色好假 像玻璃一样 就说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玉就看起来像假的了 非常精致的预料 来再看这个 这个可不算多 这是一只小蛇 蛇还土的舌头 这个小蛇是不是也挺可爱的 来咱们再看这个 我觉得特别酷 这个眼镜蛇指环 工艺到位吧 看它的细节 看这个有点非主流的金蝉 上榜理由就是因为它两个翅膀展开了 好 我现在手里面拿的这个就厉害了 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工艺 能做成一个 需要背后浪费好几块料 这个翅膀镂空的这块 一不小心就碎了 一碎我们就要从头再来 所以这个东西 剩在它工艺的精致程度 给个光 这是黑青玉的细料子 来这条鱼 金龙鱼 好多人喜欢在鱼缸里养这种鱼 转运式 鱼雕体才也会有这个金龙鱼 但很多人搞笑 说它是带鱼 哎呀真是最后展示一块 这是一个很大的戒指面 和田玉青花的 一面是巨墨的墨玉 另外一面是鸡骨白 来我们把这个带上感觉一下 请忽略我粗糙的时候 光看玉就行了 这个戒指面再感觉一下 这个超大啊 要拿去镶嵌的 镶成金镶玉 我这个应该效果很赞的 极黑极白 最后咱还忍不住在上一波细节图 请忽略上面的灰尘啊 一旦放到这么大的时候会看得很清晰 这个工艺是不是很赞 还有它的这个脖子这一块 再看这个憨憨 这条猛兽显得那么憨憨 蜗牛细节 它背壳正好跟这个白色之间颜色有区别 所以翘色雕刻出来还是特色十足的 这个乌龟小白其实也是一绝啊 非常漂亮 那这是刚才看不清楚的那只小马 卡同版的啊 纯白色很难拍出效果 再看这块凭借玉肉实力上榜的糖马 这一块碧玉简直了 OK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类题材 我们贺天玉大部分雕的就是那些观音啊 佛呀 观公呀 皮球啊 这些传统意义题材 大家如果喜欢这类视频的话 我以后可能还会收集同类型的题材 拍给大家看看 就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看这类型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是石头老鸡 再见啦